Xiaomi 100-inch TV 注意事項 哈囉我是阿肥 沒錯阿肥後面這一台就是之前介紹過的 RAMY MAX 100 由我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小米的100吋智慧電視 一些 注意事項 我覺得 應該還算有資格吧 之前阿肥不是有說要介紹說這一台要怎麼樣 他們只辦進來 可是後來沒有拍這個影片出來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那時候就聽到風箏說 小米有打算要進那個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用再多花錢亂花錢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 小米這一次在台灣的發行售價是 79999 8萬塊有找的價格 阿肥這一台呢 從 大陸那邊買 然後 辦進來 關稅 這些運費 哩哩扣扣的 差不多要落在12萬的台幣左右 這來回 已經價差多少錢了 4萬塊 所以整個 這樣下來 其實呢 在台灣 小米所發行的這個售價 非常有競爭優勢 不過就在我看完了一些 科技網站的一些新聞稿 還有他們 小米官網的一些介紹之後 我就 隱隱有一點擔心 他們在 介紹當中 都沒有 提到消費者要 注意 你家的空間 搬不搬的進去 放不放得下 但還是其次 搬不搬的進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00吋的電視並不像75吋86吋 這一種電視一樣 他可以直接塞在電梯 可以直接走樓梯間 就直接上來了 他對於 這些空間的對小線 有很大的 要求 因為他的外向 我記得就是 250公分 乘150公分 乘25公分 所以 這個寬度 他很多樓梯間 就進不去的 那 如果你沒有辦法走樓梯間 沒有辦法走電梯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叫吊車 那叫吊車的話 我記得那時候看到一個小吊 一個小時好像是5000塊 那你這個整個弄好 你可能要抓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的時間 後續可能台灣小米 他們也有一些配合廠商 也不一定 但這個我並不清楚 普通樓梯間我在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這邊 已經是 一拜非常緊繃的了 我們 這邊的寬度 差不多是在 185公分的樓梯間 高度 差不多是 2米8左右 那個時候進來 沒有辦法含箱子進來 那個時候阿伯 四個人 我們是用 全部 裸機 然後呢 四個腳就包那個 工業用的保鮮膜 把它包起來 然後再加一點那個泡棉 我們就直接四個人這樣子頂上來 非常的 難搬上來 所以我才說我們家這邊如果要到120吋的話 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好 再來 阿伯一直在糗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電視的可視距離 觀賞距離要多遠 除非 你是看到大電視 會害怕 有壓迫感 會覺得說容易暈 的朋友 不然的話 真的是 有多大 放多大 不要在意說 可視距離怎麼樣 因為你看一下子不習慣 看兩下子 就習慣了 因為像阿伯100吋 觀賞距離差不多3.2米而已 沒有很長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這一點 再來呢安裝的時候 你們就要注意 電視安裝你們要壁掛還是直接接腳架 阿伯是覺得 用腳架的話 大地震來的時候 可能 會有一點風險 並且呢我覺得 多一個電視櫃 很佔空間 所以當時呢 我就選擇了 電視的支架 那這電視支架也是從大陸買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他的專用支架是 4000多塊台幣 整個呢 他的這個厚度啊 差不多 6公分 但我覺得再怎樣都是比裝電視櫃還要省空間 再來就是外部設備的部分 像阿伯這台100吋有沒有 四周圍的這個流光液彩 你流光液彩的價錢 也會比一般市面上的來要貴 差不多市面上的流光液彩在4000塊左右 像阿伯那時候幫大家組的那一台 就是這些零件配起來 差不多售價會落在4000塊左右 百吋的這個呢 差不多啦 會落在大概6000多塊左右 當然這個用不用看個人 但 我就是覺得用流光液彩之後 整體的這一種 觀賞的效果好很多 再來呢就是有一件我特別在意的 部分 他的系統 大家都知道米家有自己的生態系統 但 他的這個介面是什麼 大家就會擔心 這樣子是不是 只有米家系統的人才能用 其實這麼講好了 只要他是在Android系統底下 其實啊不管是小米家庭的生態系統 或是Google方面的 這一些 智慧家庭的東西 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他們屬於是共生關係 這一點呢 大家就不需要 太去擔心了啦 好 那我記得好像是 接近月底的時候 他們就要推出啦 有興趣的朋友去衝一波吧 阿肥應該就不會跟這個瘋了 因為 沒有必要了 哈哈哈哈 有入手的朋友可以 邀請我去開箱也可以 那今天這一個 小米 100吋 智慧顯示器 行前分析 就分享到這邊啦 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veGV 每週123456日 晚上6點 都有可能會上片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next time Bye